台積電將建築高雄南子區 而北高雄未來的就學需求勢必大增 對此高雄市府將在南子區新設國校 高雄市副市長使者協同教育局長謝文斌 以及議員里長共同視察文小二新設校育定地 台積電設廠以後直接雇用的員工數 第一期就達到一萬兩千人 相關的外裔的選口增加會更多 那我們周邊的學校 事實上都已經在進行總量管制 因此這一所新的學校的籌備 設校刻不容緩 除了是以雙語以及新時代的學校來設計之外 我們在期程上 我們希望在年底之前 就能夠把新時代學校的設計藍圖呈現給鄉親 我們希望在兩年後 我們就能夠開始進行招孫的工作 使者提到在小紫化的時代 要興建校舍算是相當困難的事 未來也將與教育局積極醜化 包括園中國小是不是還有增設校舍的空間 我們已經在積極規劃 那這邊文小二新設校的部分 剛剛我們史副市長也特別說明了 我們都已經似乎用最快的速度在籌備來啟動 高雄市議員李柏伊對此相當樂見地方發展 也期待新校舍能夠解決地方的就學問題 而長期關心南籍區教育量能的高雄市議員李亞芬也同時呼籲 說服不只要顧到國小的教育量能 繼續陸續到未完善機能 記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報導